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追序,热播,男主郭麒麟热度也十分高,本来因为郭麒麟的长相,还是劝退了很多观众。 但现在看来,非典型帅哥的郭麒麟,还是能够抗拒的,还有相同制作班底,甚至演员表,也有重叠的庆余年。 男主张若云,起初也被吵,怎么这么吵,结果还是没能阻挡这部剧,怎么这么好看。 仔细一想,好像近年来,国产剧真的没出现,什么绝美男主。 而且小火,甚至爆火的内地剧,男主似乎都没那么好看了。 2018年,香蜜直接把邓伦带入,一线小声行列。 但是,关于邓伦的长相,从来都是两极分化。 粉丝觉得很帅,身材很好,不过大多数路人眼里,真的就是平凡长相。 很多甚至,get不到邓伦的颜值。 去年诚意,凭借仙侠剧,流离大火,成为网友们的八月星男友。 不过说实话,虽然诚意长相,还算帅气,但在娱乐圈里,真的不显眼。 并且五官组合,并不精致,很难给人记一点,路人感太明显了。 一般来说,小田巨要有足够帅的男主,才能撑得起来。 但是我只喜欢你,男主张雨剑的颜值。 却和大家想象中的F,均很有差距,长相略显老成。 穿上衣服,也不像是高中生,被网友吐槽,是大叔佩罗利。 六从前的古装,剧中男主多俊美,钟汉良,颜艺宽,朝震宇等。 绝对称得上,是古装美男,直到现在,仍旧觉得十分惊艳。 但是现在的小鲜肉,似乎真的称不起古装扮相了。 于蒙龙曾经古装,也是白月光般的存在。 结果在两世欢中,扮相称不上美,但可以,肯定是很僵。 网友们直接送了他,AI演技的称号。 无一天的现代装扮,还被称为BG之光。 结果,在绝代双胶中,暴露了他脸长的缺陷。 同时也显得,面部表情很僵硬。 另一个男主陈哲远,经修照,还算可爱的小鲜肉。 但是古装扮相鼻子大,嘴唇后背格外放大。 看起来,有些壮脸王祖兰,就很照片。 王源在大主宰中,古装扮相,也是遭到了很多吐槽。 鼻子十分抢戏,被吐槽是成龙接班人。 说实话,这两年可以称得统一了,饭圈审美的,应该就是肖战了。 所以据报后,他迅速成为顶流。 虽然经历了各种波折,但直到现在,粉丝战斗力依然很强。 不过,肖战毕竟是少数,现在更多的是郭麒麟、邓伦、程毅。 这样非典型审美的男主,以后取代很多小鲜肉,也说不定呢。 嗯?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安静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